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静言上人那缕足迹》 此季53年来 大爱足迹遍及97个国家地区 目前有57个国家地区 有此季人的身影 因为志工在此季路上 分秒从不空过 步步精进 踏踏实实走到了今日 这一路上 上人从未忘记应顺导师叮嘱 为佛教 为众生的志愿 以坚定的一念心 努力不懈弘扬教义 如今此季四大志业 八大法应已经完成 期待在世界各地 散布更多爱的种子 让善流延延全球 世界祥和平安 现在已经请一块来收看 今天的节目 郑亚 刚才是 其他的 象征 我們 já 有一个 国人 这一段 李显 本世是家,我你無人無 本世是家,我你無人無 主持,我們已經聽過了 五十,二年過去了 我們現在是在五十三年,臉上在走 時間,累積這麼久了 我們的醫療、教育、人文和組織 我們的基礎打得很好 大師妹,我妹,這個精神力量 是不是 有很強固,大家的精神力量 是不是很堅固,這樣拖下去 我現在關心的是,大家的精神力量 參加我們,未來要走的方向 有正確嗎? 我現在,最關心的是這地 再來呢,關心的 這是地主,人人會命有正確嗎? 就是說,信用有正確嗎? 風向有正確嗎? 這個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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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 喔,等等 我們,這個正確是正確的 我們如果一念,稍微偏差去 我們會被命,會對著這樣散掉去 我現在出了 就是,幾台地主呢 涼涼正正 行行正正 那可以這樣 涼行正正 思緯正正 見解正正 都是在正點 就說 這樣,我就是安心了 五十多年前啊 實際的開頭 那就是因為三位修寧 因為有原住民的少女 她呢,碰到了修寧 修寧說啊 對這個小木屋裡面的修行者 有好奇 希望我能跟他們見面啊 所以呢,修寧到了我修行的地方 我們很簡單地坐下來 談一談,離不開宗教 天主 天主 有天主的 華 他的道理 佛愛的精神 佛華 也有佛華的真諦存在 我們彼此之間啊 互談宗教 不過,五十多年前 的確呢 國外的宗教 天主基督 來到台灣 做不少事 不管是教育 或者是老人家的照顧 都有很大的貢獻 後來修寧 就問我說 你佛教 有什麼呢 那個時候 我的心啊 很愧疚 是啊 我剛出家不久 到底呢 佛教 對社會 有什麼貢獻呢 從那一刻開始 想到了 我師父 在我皈依在他的座下 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記得 將來 一定為佛教 為眾生 所以 今修理 所問我的 你們佛教 有做什麼 我以回答 我只能回答 盡量 努力 所以 我跟天子教 以修理之間 都有很密切的 互動著 我感念 那個時候 我師父給我的 教育 很重要的 座右銘 為佛教 為眾生 我一定要做到 就是因為因緣啊 天主教的修理 天主教的修理 是給我一個起因 給我一個心念 時常放在心裡 會走入人群 是因為呢 當我要出家的時候 然後 我有三個願 第一個願 不說地址 第二個願 我不做法會 第三個願 我不當寺廟的主持 總而言之 但是呢 因為我講經 有三位老菩薩 他們要來歸依 非歸依不可 但是 我心裡 還有這樣的念頭 我不說地詞 就是不說 可是呢 他們說 我非歸依不可 講詞啦 後來我就是 為了圓滿這三位老人家 我就說 唯有你們 要真正的幫助我 做一件事 但是長久要做的 他說 只要舒服 要我做什麼 我都可以做 我就說 叫人 三位老婆婆 叫人 我們是要怎麼叫 我就說 只要你們有心 因為心有愛 你就有辦法叫人 這幾位老人家 他就展開了 我就說 五毛錢 只要人人 剩五毛錢 不影響 買菜的錢 要買菜之前 拿去菜拿 要去菜市 記得 放五角形 就這樣 所以 實際的起家 是五角形在菜市 就要買菜人 就說 減給我放幾幾 那些人減幾幾 沒菜的人 他就會說 你減是要做菜市 我會買五角形 做菜市 我叔父说要救人 国家人可以救人 这样我也跟你关国家 所以越差越差 就在菜池就开始 国家人在菜池这样完成 就这样为起点就开始 只寄人日存五毛钱 这样的观念开始 国人这样日存五毛钱 竟然是能寄杀成塔 大家人都知道 苏父是生到苏公 他父族他这样跟我团 这样跟我赶 为父教为救生 人的志愿 这四人啊 为救生 我们走过了四十多年 就是为救苦救人 保育大家 救福来祭祭祭 mil 这就是为了祭祭的 来保育富佑的人 付出 年子 社会爱的力量 来去帮助苦人 天氣的工作是不夠 因為我們看到屏 看到白 屏到白 我們在看 我們會去發現到 為什麼白這麼長呢 就是因為 不只好看白 所以 是小白 長到變成 長白 有白 無只好看醫生 這叫做 印比 日比 因為冰君啦 小白 長到變成長白 有的人呢 是因為 被人 所以用很多錢的 為了要求得健康 所以 他們感人 不不處地 也要不來呢 他在身體 不管是白母為嫁 他就是嫁為白母 還有一個家庭 哪是家庭 有人會 就是這樣 就 拖下去了 這就是 印比 日比 所以 平 跟平 這兩項 東西 經常 經常 就是這樣 連做會 因為這樣 孫夫 才開始 說 記憶 何方說 在 花蓮 三三 過而已 花蓮 省醫生 省醫療 緊急 為了這樣 所以 我們就 花蓮 第一項的朋友 人 會 起起來 時間 過很快 但是 那時候 我們 沒錢 要怎麼 去背影 就是 哭 人人的愛心 每個人 二十起來 點點 地 菩薩 在那 聽受人間 菩薩 所謙 嚴苦 就是 為重心 我們的所名 就是 為重心 所以說 師公 團 給我 去做的 就是 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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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開始 祈福 就是要 安全 完成 人 開託 他的 神 的 方向 像 印度 人 人 健康 做好 這就是 我的第一步 這麼 這麼 找人 愛心的人 自己 理解 同一個方向 大家 合心 好 好 好 愛 別處 我奔 你的 人 你奔 我的 人 一個人 要做多少 事情 兩支手 人 實在是 悠悠 大家 人 愛心 揮發 我們想要 幫助 更多人 我們就要更多人 集過來 當作 兩支手 穿出去 哇 這個力量 就很大了 這53年的漫長歲月裡面 上人以實際的行動 帶給我們的教導 我想 第一個 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實踐力 我們都知道 要做一件事情 光是有理想是不夠 那麼還要有面對挑戰跟堅持不懈的這個熱情 上人要為花東募集花蓮慈濟醫院 大家都說這叫吃人說夢 七年之後 花蓮慈濟醫院為花東地區解決了因病而頻的社會困境 帶給花東地區無數的生機 同樣 在大林慈濟醫院即將要見院的過程裡面 有許許多多的質疑 認為這個是一個平鄉 這裡只有老農 大林慈濟醫院起業之後 這不但是一個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醫療機構 這裡不但治療了人的身 也開啟了人的心 那麼也讓我們地方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 我們上人以他的一生 以他的實踐 不畏艱難 無私奉獻 致力於和平 這正是我們年輕學生的典範 而我們今天中正大學 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給上人 除了對於上人無私奉獻表達崇高敬意之外 更希望我們年輕的學生以法師為楷模 成為照亮這個世界的溫暖曙光 請頒發名譽博士博士福 現在此刻 我的心中真正的很不自在 平常到哪裡都是慈激 我自己想想很特別的殊榮 我們所知有愧 實際這是大家所做的佛法這麼說 信為道遠功德母 信就是一條路 那個路的關頭功德之母 只要你有心 願意踏上 願意開闢這一條道 應該都會有路可走 所以信為道遠功德母 支持了我這一內心 還有那個時候 在花蓮參加功德會的一大群的信徒 還有基督天主教都來響應了 所以讓我感覺信棄無私 信人人有愛不分宗教 所以這樣給我一個很大的信心 只要自己無私 我相信人人都有愛 也是這個信职來支持了我 真的很辛苦 寸寸路寸寸步 都寄不為前 很辛苦 其實呢 是執寄人 人人點滴愛的累積 這樣人才 或者是呢 在這有心力量 就把它拱上來了 我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 我是什麼樣的力量來做 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難 但是我堅持 心急無私 心急無私 點滴不落 我們到現在 還是這樣的 經濟感恩的一群 修行者 不慰藉辛苦 因為我們的修行 都是自力更生 這是我們的法脈 一定要自力更生 而且呢 而且呢 這是我常常說 所以呢 我很感恩 我們的這一群修行者 兩百多位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當然呢 慈濟的成功 有慈善 是因為呢 這麼多這麼多的慈善人士 點滴給我大力支持 感恩所有的慈濟人 幫助了我 感恩各位菩薩 感謝真眼上人 各位師長 各位嘉賓的歷領 慈濟宗門入群眾 無量法門在人間 慈濟禁私弟子 在世界各地付出 善人感恩有這個大家庭 彼此陪伴 因為一個人 無法做天下事 要天下人 共同匯聚力量 才能完成 在邁入五十四年的時刻 善人勉勵弟子們 要時時互相感恩 彼此尊重 面對無盡煩惱的時候 心要晉級清晨如流離 銘記著立體流離同心圓 菩提靈力同根生 對祖核心跟福田 慧根生殖菩薩道 期盼慈濟人都能精進付出 莫忘初心 感謝您的收看 鎮言上人那旅足跡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見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再見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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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